道德和财义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,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贤的门帝败坏,把居负的财产当毁,可是道德和财义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配的神明。 莎士比亚黑夜时眼睛失去它的作用,但却使卧耳朵的听觉更为灵敏。 它虽然妨碍了视觉的活动,却给予了听觉加倍的补偿莎士比亚自由戏剧以来。 它的目的始终是反莎士比亚充实思想,不在于言语的复利。 莎士比亚在时间的大中上只有两个字。 现在莎士比亚间接是智慧的灵魂。 荣康师傅显得早逝。 莎士比亚天外人的失败,都有事失败在做事不彻底。 往往做道离成功上差一步就终止不做了。 莎士比亚情欲犹如炭火,必须使它冷却,否则,那烈火会把心儿烧焦。 莎士比亚对自己不信任,还会信任什么真理? 莎士比亚心中充满旋律,能渗透到人们的心灵。 莎士比亚,我的言语高高飞起。 我的思想滞留底下。 没有思想的言语,永远不会上升天界。 莎士比亚美貌和智慧很少结合在一起。 莎士比亚让我指点20个人做人的道理,倒还容易。 可是要我做这20个人中间的一个,奉行自己的教训,就没那么简单啦。 莎士比亚,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 凡事必须三思而平。 莎士比亚,道德和财义是愿胜于富贵的资产。 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欠的门帝败坏,把居负的财产当毁。 而道德和财义却合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休的神明。 莎士比亚人若神经紧张,说东到西,就会犹豫不定,犯法至情耽误了。 耽误的结果是叫人丧志起怜。寸不难移。 莎士比亚对人要和气,但不要侠逆。 莎士比亚起先的冷淡,将会是以后的恋爱更加热烈。 莎士比亚如果要别人成型,首先要自己成型。 莎士比亚当命运突然改变了心肠,把他的宠儿一脚踢下山坡的时候。 那些攀龙赴奉之徒,本夜跟在他后面匍匐批勤的,这时候便冷眼看他跌落。 没有一个人做他患难中的同伴。 莎士比亚才忍藏着锋利的牙齿。 莎士比亚终成因为努力的狂妄而变得逃避价值。 莎士比亚人生就像是一批用善恶的丝线交错成的布。 我们的善情必须受我们过去过失的边塌,才不会过分指高气扬。 我们的罪恶又赖我们的善情把他们点盖,才不会完全绝望。 莎士比亚,我可以教训二十个人,吩咐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。 旅行我自己的教训,我就要尽谢不明了。 安静